给创作者提供广告分成 推特马上要天下大乱了 大家好 这里是老范讲故事 今天咱们来讲一讲马斯克的新的奇思妙想 他准备给在推特上发推的人做广告分成 好像是要给买了蓝标的人再去分 但是具体的变现的指标 或者是能够什么样的标准可以达到变现 这个事还没有仔细去研究 因为比如像YPP 就是我们做YouTube 是1000个关注4000小时的累计播放 才可以达到变现标准 推特没准就是说你达到蓝标可能就给你了 我具体没有去看 但是广告费到底能挣到多少 能不能把每个月蓝标的钱挣出来 真的还是挺难的 为什么 第一个就是本身这种信息流广告的算法就很麻烦 推特就属于一个典型的信息流 它是一个timeline 大家一进来以后 往下翻起来 它是按照时间顺序来排的 那么在这个timeline里头 它的广告其实有两个算法 第一个算法是我就直接把广告放在时间线里头了 比如说每三条插一条广告 还是每四条插一条广告 那么我们就直接在这里边算了 另外一种叫落地页 比如说以今日头条来理解 大家能比较清晰 对吧 我们看到一大堆标题的页面 那个东西叫timeline 你点进去了 叫落地页 落地页在推特里也有 就是我们点中一条推特 然后进去以后 你可以看到这一条推 以及后面的所有回复评论 那个页应该叫落地页 在这个里头的广告 就应该算是比如说这条推文自己的了 在外面的广告就算是叫做信息流广告 一般情况下信息流广告 大家分到的钱都很少 非常非常少 然后落地页广告里头分到的钱 会稍微多那么一点点 因为他就是为了点你这一条推特 来看到的 另外广告当然本身的价格 也是受很多因素影响 比如国家地区鱼种 对吧 包括相关的内容都会有些差异 但是内容差异 最多的也是体现在落地页里边 就是信息流里边 广告的内容差异 其实表现的没有那么多 信息发布者 比如像我发了推特了 我没法去选择说 我这里头出现什么广告 特别是信息流里边 对吧 我没法选择 我上面一条是什么 我后边一条是什么 这事是没法选择的 因为从别的关注者来看 他可能关注了有我 然后有其他的 什么英文的内容 日文的内容 或者什么内容 他看到的广告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是没法去控制的 对于广告主来说 其实也相对来说 比较难选择这个内容 因为按道理说 应该是双向选择 我作为发布者来说 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广告 可以在我这里出来 广告主也应该选择 我的广告应该在 谁的内容里头出来 但这个里头都是 专指落地页的 不是指信息流的 信息流里头 基本上是没法选的 或者说你可能做一个 很宽泛的选择 还是可以的 很精细的设置 基本上没法弄 广告被展示了 页面上所有达到 变现标准的发布者 应该都会进行累计的计费 然后最后大家按照说 你到底展示了多少次 来分钱 大概是这么样的一个方式 但是这个过程 你说没有达到变现标准 比如说我 我没有买蓝标 那么我肯定没有达到变现标准 到我这就跳过 我的所有展示就不算钱了 这个钱就归推特了 它是这样来计算 但是推特本身的 广告的质量 或者效果 本身是比较存疑 反正没有那么好 为什么 刚才我们讲了 它的精准度 肯定是没法提高的 因为你在信息流里边 对吧 你去插广告 你没法确定说 我在这一个页面里头 上面多少条 下面多少条 都是什么样的内容 这个事情是没法确定的 你只能说 我对一些人进行一些确认 这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喜欢什么东西 对吧 这个你是可以稍微去做一些选择的 但是在比如说 iOS苹果做了一些隐私保护以后 现在大家都没法选了 所以推特本身的广告效果的精准度 其实没有那么高 然后转化率呢 也比较感人 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在这点了广告了 到底最后是下没下单 或者是不是下载东西了 或者是不是做后边的东西了 这个交易系统不在推特自己手里头 比如说我是亚马逊上的一个商品 我点完了以后到底买没买啊 我进去了以后 我把这东西贴到我的这个购物车里了 对吧 但是我今天没下单 那这个东西算不算你的呀 对吧 这个东西呢 不在推特自己手里 他掌握不了 他就会比较痛苦 另外呢 比如说我下载应用了啊 我到底是在这个 Facebook下载的 还是这个Facebook展示的广告 推特也展示了广告 然后我做 但我最后下载 要到Google Play里去下载 要到iOS的App Store里去下载 对吧 这个事情你是没法去确定的 而且呢 这个Facebook还比较神奇 他还会做这种叫强制归因 比如说你一个 有一个游戏啊 你在推特里也看了他的广告 在Facebook里也看了他的广告了 那么下载的时候 最后都算推 Facebook的 Facebook就要做强制归因 当然我不知道跟推特 是不是也是这么搞啊 但是跟所国内的 所有的广告的这种平台 都是这么干的 我就耍这个赖皮了 你拿我没办法 其他的啊 这个推特可能更多的是这种 叫品牌和展示广告 会更多一点 就我给你放了 至于放完了以后 有没有效果 你自己心里去想就完了 我没法去给你验证这些效果啊 推特 其实我在推特里边 前一段时间吧 看到的主要都是一些展示性广告啊 就是品牌广告 最近呢 开始有一点点的这个游戏广告进来了 但是不多啊 在反正从我看推特的想法上啊 推特里的游戏广告相对来说 要比YouTube啊 比Facebook 比这些平台要少很多 推特的还有一类广告 可能是相对来说效果要好一点的是什么呢 就是内容推广广告 比如说我发了一条推特以后 他会问我说你要不要推广一下你的推特 然后让这个更多人能够看到 这个东西我相信来说是效果最好的 为什么交易系统在自己手里头 对吧 效果有没有效果对不对 这事自己说了算 但其他的啊 甭管是交易系统在亚马逊手里头 在谷歌和苹果手里边 他这个交易系统不在自己手里边 最后人家给你扣了量了呀 或者说给你做了一些这个归音上面 做了一些耍来皮的事情 你是拿他没办法的 所以推特本身的广告效果 其实是有一点点存疑的啊 在广告收入不上升的情况下 到底拿什么来分 你按道理说呢 我是应该是钱多了 我来跟大家分一分 对吧 但是现在推特的情况是什么呢 乌漏偏锋连夜雨 他的很多的广告主都离开了推特 对吧 他的推特特别是些大广告主 都已经跑了 或者说现在在持币观望状态 那么现在其实是没有钱出来分的 或者整个广告收入是在下降的 那么这个时候拿什么来分 你按照比如说抖音啊 或者按照头条的玩法是怎么分呢 补贴嘛 对吧 我会拿出一些钱来 这个虽然没有挣到广告费 但是我拿出一些钱来补给大家 但这个马斯克 好像是以抠门著称的一个人啊 他是不是会拿出钱来去做这个补贴 这件事情呢 其实不太好说 现在的这个整个的推特的广告费会骤降啊 就讲降了很多 变现政策 未来到底怎么变啊 到底怎么分 这个事呢 可能还要去看 就是每一次有新的变现项目出来的时候 可能都是前几个月 他的数据会极其不稳定 比如说YouTube Shots 我的YouTube Shots 我看了一下 今天是2月4号 就我录了一条视频 他说2月4号 我的2月1号没有更新YouTube Shots 2月2号的时候更新了三条上去 然后到今天他告诉我说 这三条一共是播放了一万多次 然后每播放一千次 分给我一美分 在YouTube上给我分一美分 这一万多次 最后分了我大概是一块八美金 好像是什么这样的水平 也是非常感人的 然后到推特里头到底是怎么分 怎么去变现 这个事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这个还不好说 那你说最多也就分不着钱就完了 那怎么就说推特就完了呢 推特就开始就没法整了呢 跟大家讲 推特乱象即将开始 就是他只要敢开 给内容的提供者付广告费这件事情 推特的内容马上就乱了 为什么 因为原来我们在推特里发东西 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意愿 对吧 他里头是没有那么多的商业诉求的 当然原来也有一些乱的东西 但是没有现在这么乱 原来那边有杀猪盘 我优骗你来炒股 优骗你来买一些东西 这个原来是有的 然后再加上一些机器人 这个也是有的 还有一些就是私下接的这种直辑广告 比如说我有一个号 我现在推特上号账号可能一万多个关注 一万三千关注 有人来了 说我想在一个推特上号上推广一个东西 行不行 对吧 那我就会专门给他发一条叫软推 就是广告帖 发完了以后 他单独给我钱 这个钱 推特是挣不着的 原来这个东西是存在的 未来可能也还会存在下去 但是一旦开始给推特内容发布者分广告费了 这个事情会变了 变成什么样 第一标题党会多 大量的人会写那种惊悚体 咆哮体 为什么呀 对吧 这个擦边球会多 然后呢 包括很多东西叫请看回复 对吧 我写了很长一段东西 然后说你一定要看一下回复 很简单 就是让你点到详情页里边去 或者点到这个落地页里边去 对吧 你不点到落地页 后边东西就没了 这个事情就是要去做的事情 像我记得看到很多的国内的论坛 为什么会写咆哮体 为什么会写这种很激烈 很这个什么样的这种内容 对吧 为什么很多的 比如说我们在抖音里头 经常会看到什么呢 介绍小说的这种短视频 对吧 但是从头到尾说 这个小说怎么怎么好 然后尺度怎么大 然后这个看着怎么过瘾 但是呢 不告诉你书名叫什么 书名请见评论区 为什么会说这句话 就是为了让你点进去 那以后 推特开始也是走这个 叫做什么了 这个给内容提供者 给内容创作者分红了 那么他也会走这个套路 为什么 你外边这个时间轴的 或者时间线的广告 他不值钱 只有落地页的广告才值钱 你这个100个人 再看了我的外边的展示 他不值钱 他没有意义的 只有是点进去的 才有可以分到钱 那我就一定要让你点进去 对吧 大量的内容都会隐藏起来 然后整个的推特的文风 推特整个的氛围 就会发生变化 更多的人会干嘛 就是我就为了挣钱来 因为这个以前 大家可能更多的比例 是上来自己聊天的 或者说就是讲一些 自己想讲的事情 这个比例是相当大的 但是以后呢 肯定就是为了赚钱的人 就会多起来啊 这个 而且更多的机器人会冲进来 因为赚钱这件事 肯定是上机器效果会更好嘛 咱们呢 经常讲一句老话 叫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着 哎 那么推特 原来呢 其实是有点姥姥不疼 舅舅不爱的状态 为什么 因为他广告变形效果 并没有那么好 对吧 或者说我要去找到大V 单独去沟通 这个沟通成本很高 对吧 然后再加上两边配对成功 或者说两边沟通成功的这个 概率也不是那么高 那么我去做一次广告的话 很痛苦啊 那么原来在这个里边去 挣钱的人呢 可能只有一些 非常高这个 客单价的这种欺诈行为 才在里边去挣钱 哎 普通的人可能在里边就不愿意去 费这个劲 咱们还是各输几件就完了 哎 我想说这个事我就说了 我在里面哪怕吵个架骂个人 对吧 那都是我想说的 那么以后呢 肯定就是很多 就是我就惦记挣钱的人就来了啊 那么 推特呢 其实是缺乏和这种更高层次的羊毛党斗争的经验的 哎 他可能只跟原来他那些羊毛党啊 或者说一些机器人有一些斗争经验 对吧 但是这些 真正蹭流量 真正在你这个里头能把流量玩出花来的这些人 到底怎么跟他们去玩 哎 他们其实是没玩过的 这个还是需要再摸索一段时间 啊 或者在这个过程中呢 可能还会有一些磕磕绊绊的事情 然后推特的这个形态啊 也会彻底发生变化 除了大量的请见回复 啊 大量的什么这样的东西之外 哎 可能还会发生一些别的变化 比如说什么呢 他会慢慢的转到向微信公众号 开始进行付费订阅 哎 你既然说我跟这个内容创作者分这个广告费了 你干脆这个什么吧 对吧 你就出有价值的帖子 或者说什么这样的 你就来订阅 你不订阅 你就看不到他内容 啊 搞成这样不就完事了吗 哎 微信公众号其实很多就是这样的搞法 对吧 开始做这个 但是呢 他应该先走这一步啊 应该先转微信公众号 哎 然后呢 再去转广告 为什么呢 就是你看微信也是这么干的 先有微信公众号 然后微信公众号 有小程序 然后在里边有支付 可以把整个这个商业体系都打通了以后 才慢慢的把这个广告放上来 因为广告一上来会破坏氛围 对吧 就刚才我讲的 你一旦上广告了 你所有的内容都会变成这个标题党 对吧 擦边球 请看回复 都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你整个这个 呃 咆哮体 对吧 都会变成这样 那这个推特这个氛围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举一个这个走这条路的最典型的案例 就是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的标题 是典型的标题党 就是让你点进去 他起标题的目的就是 啊 你到底有多少几率点进去 我曾经看过这样的一篇文章啊 这文章叫什么呢 溥仪啊 这个劳改释放以后 啊 到北京的故宫去参观 然后人家让他买门票 他说我不买 因为这是我家 他后来又拿出了一个什么东西 其他人大吃一惊 大概写了这么一个东西 叫大吃一惊体嘛 然后我就看这篇文章 因为我想看 他到底拿出了个什么东西 让人大吃一惊 对吧 从头看到尾 那文章大概写了有几千字 前面写的是这个 溥仪是谁 哪年生的 然后是清朝最后一个皇帝 他的一生都写完了 然后一开始是怎么退位 然后怎么去建维满洲国 然后怎么最后 接受劳改 劳改完了怎么放出来 可能基本上是写到最后一点了 写到说 我们要去这个 故宫去参观 然后最后拿出来的东西 可能是货口本 也不是什么东西 然后让这个卖票的人大吃一惊 他为什么要把文件写成这样 很简单 就是你打开落地页以后 如果你一开始就给人答案了 那你这个落地页 停留的时间就不够长 你就分不到那个广告费 对吧 他一定是前面落里巴缩 写半天 然后最后给你那个答案 然后你这个落地页 打开和停留的时间才会够长 对吧 那么你可以分到的广告费 或者大家觉得 这个在你这个页面上投广告 才会觉得值吗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你的规则是什么样的 你就会诱导出什么样的内容来 像以前很多人都在嘲笑 因为我有来盛大的 说盛大文学 把整个的网络文学 变成了一种游戏 对吧 变成了一种数值游戏 第五集怎么样了 第十集怎么样了 然后你这个练功练到 第多少层了 标准的就是游戏化了 为什么 因为盛大文学 就是用这种方式 用游戏化的方式 来管理整个的体系的 它的规则就是这样的 所以最后写出来的作品 就会变成这样 那么现在马斯克在修改规则 在改变整个系统 那么整个的推特的文风 推特的氛围 推特整个创作的内容 就会发生变化 所以我说要天下打乱了 对吧 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那么后面可能会出现一些 像什么小说连载 甚至会做一些私欲流量 但是这块还不知道 推特后面想怎么做 我觉得像微信公众号 之所以大家那么削尖脑袋 往里去进 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私欲流量 我可以把这个流量 圈在我这个小圈子里 让他们去玩耍 这个事呢 马斯克可能还要去思考 到底是不是要往这个方向走 推特真正应该干的活是什么 就如果他真的是说 我要做广告 不应该走 咱们前面讲的这种东西 就是直接插这个信息流广告 插落地业广告 然后跟这些人去分钱 不应该走这条路 他们应该干嘛呢 应该学习TikTok和抖音 这个是怎么个学范呢 就直接帮助这个推特的大V 跟广告主之间啊 进行对接 然后呢 做一个平台 干嘛呢 给推特大V进行广告价值评估 说我现在有一个平台 像抖音和TikTok 就有这样类似这样的平台 比如我今天想去投放了 对吧 你投放呢 并不是说到抖音里边去 说我直接花点钱 什么什么就完事了 当然才有这种模式啊 但是另外一个平台是什么呢 像一个自由集市似的 我可以上去搜索 如果我现在想卖这个 这个什么耳机啊 我现在想卖这个蓝牙耳机 然后呢 我去看哪些是数码博主 然后数码博主 他这个用户都是年轻人 还是什么样人 然后他如果是年轻人 他们这个消费能力怎么样 你是可以这样去筛选的 筛选完了以后干嘛呢 他帮你自动的去对接 说我现在要有这样的一些广告 想请这些博主来帮我做 然后那个博主就可以直接接单 说我来替你发软推软文就完了 对吧 然后那个博主也可以到这个平台上去找说 有哪些广告适合我发 对吧 这个我发现我是这个每天讲 互联网这个什么流量的 我是这样的一个博主 我到上面看看 有些新的互联网社交平台 他们有一个广告要推广 那我就赶快把它接过来 说我要接一下试试 然后去做一次推广 推广完了以后 他中间来做平台来做效果评判 说你这个播了 播的效果还可以 然后我来帮你评判一下 对吧 或者说播完了以后 有人拿消费券去买东西去了 或者说有人拿这个折扣券去怎么怎么样了 那么这个事情他来做一个评判 那么在这个过程其实才是推特应该去学的东西 就是搭建一个什么呢 就是广告主跟推特大V之间双向选择的一个平台 以及交易质量评估和交易最终保障的一个平台 这是他该干的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他只要稍微抽一点点成就可以了 然后跟大家去评估说 OK 这个大V效果怎么样 这个大V的这个 他每天的这个阅读 都是被什么样的人阅读的 他的粉丝数是什么样的 他这个就给大家评估好 然后给你一个相对精准的价格 说这个大V可能发一条 你给他这个100美金 那个大V可能发一条 给他50美金 这个事都搞定了 这个才是真正应该去干的事情 当然马斯克没准人家很聪明 可能已经照着这个方向去做了 但是这个咱们就拭目以待 看看后边到底怎么样 到底是要天下大乱 是要改成私欲和公众号 还是这个像抖音和TikTok学习 直接做这个自由交易市场 这个我们拭目以待 好 今天这个故事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 帮帮点赞 点小铃铛 参加我们的Discord讨论群 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 加入我的付费频道 再见